蒜苔这道菜呀 要是在家里做好了 那就是最好吃的家常菜 但是在家里怎样做 好吃入味 而且还翠绿呢 今天用我的方法来教会给大家 一块八毛钱的蒜苔 咱给它切成大大的小丁 再切点红椒条 配个颜色 来点木耳丝点缀一下 再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家里有条件的 切点肉丁 锅中烧油 咱们开始炒鸡蛋 炒好了 咱们盛出备用 热锅凉油 咱开始炒肉丁 这样炒 肉丁不粘锅 炒至变色后 加入酱油和蚝油 再给它巴拉巴拉 接下来 咱们切好的食材放里面 翻炒一下 家人们 这个时候呀 麻烦您给我点一个红心呗 昨天呢 您就忘点了 今天给点一个呗 感谢大家 再加一点水 放一点盐 鸡精十三香 烧汁入味 再加入炒好的鸡蛋 翻炒几下 出锅装盘 配上米饭 可好吃了 也拍摄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